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代表不拉税 提出这样一个口号 我们讲这个白美殖民地作为英国的这个同一个部分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在这个地方征税 这好像也没有什么过分的 是不是非得我在建的殖民地干什么呢 但是白美殖民地里面提出来一个口号 叫无代表不拉税 那么这个代表叫什么 是英国议会的代表 他认为殖民地 在英国议会里面 没有自己的代表 所以你英国议会啊 办案部的这个税法 那个税法 都是非法的 不能代表殖民地的 不能代表殖民地 所以基于这一点 无论这个税收多高多低 一概拒绝 我们现在讲 他倡导一种权力 权力意识 权力意识 我们要这个权力意识 也是民族意识 产生以后啊 所出现的 出现的 那么下面我们对这个独立战争的进程啊 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呢 这个把它梳理一下 不作为重点来讲 不作为重点来讲 那么美国独立将军 这个打的时间啊 是八年之久 1775年4月19号 在马萨尔这个独赛 在这个布斯顿的郊区啊 那个行政这地方 英国殖民军和布斯顿的民兵啊 发生了武装冲突 打响了第一枪啊 打响了第一枪 标注了独立战争呢 正式爆发 1975年4月19号啊 4月19号 这里呢 也讲一下这个美国这个历史学家啊 在这里呢 又有一个小争议啊 这不同的这个史年啊 就讲了谁最早打的这个第一枪啊 有人说是民兵先打的啊 有人说是英国殖民军先打的 先放的第一枪啊 我想这个争议呢 所谓意义不是太大 不是太大啊 关键点 双方啊 到这个时刻 已经开始本人化了 英国要压制 白美人民 从这时候开始 到1775年10月啊 第二次大陆会议这个召开了 我们讲这是独立战争里面这个第一个阶段 到1775年10月份 1775年这个5月10号的时候 第二次大陆会议召开的时候呢 13个殖民主代表 都参加起来 都参加起来 到这时候决定了武装反抗 决武装反抗 由华盛顿建立大陆军 武装反抗 这个我们讲是一个重要的 转折性的事情 那么在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转折性的事情 就是 宣布独立 1776年7月4号 通过独立宣言 因为在4月19号到7月4号这个期间 尽管双方啊 矛盾白日化了 战场相见了 但许多人对他的母国 对英国 感情的还是很深的 不愿意独立的 那么到7月4号的时刻 经过这个基督的辩论 宣布独立 宣布独立 那么独立宣言 大家可能也没有预训过是吧 在这我们再温习一下吧 实际上独立宣言啊 这个内容呢 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禅说人权思想 讲大道理 为什么要宣布独立 讲这大道理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人人身而平等 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 不可不斗的权利 那么这里就是美国人第一次 产说什么是人权 人的权力不忘了 是内容 生命权 自由权 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是理论前提 这是美国人的闹革命 追求自由的理论前提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人类则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 等等等等的 这在找根据了 大家在找根据 是吧 在禅说 这是真理 这是第一段内容 第二段内容 第二方面的内容 在讲英国国王的坏话 找事实根据 前面我们讲的这是真理 下面看看英国人民政府 是不是按照这些天赋的人权去做 那么通过立局 英国的这个统治者 这名当局 下面立局很多 认为了他在违背人权 在违背人权 比方讲 我们找任何一个 这个事情看 他拒绝批准 对公众利益最有益 最必要的法律 那么对于这个真明地人民 有益的 有利的这个法律 他拒绝批准 就反映这个英国的国王 不能代表真明地人民 那么这个下面 都是逆举了许多 在找事实根据 那么第三个部分内容 就最后了 他这个逆举的这个东西 很多 最后一个结论 就是宣布独立 因此 我们在大陆回忆下 集会的美利监和中国代表 以各真明地 善良人民的名义啊 非经他们授权 向全世界最崇高的正义 呼吁 说明我们的严正意义下 同时郑重宣布 这些联合一致的真明地 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并且按其权力 也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所以第三个内容 就是宣布独立 那么这个三个部分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彼此之间 是有相互联系的 相互一切的关系 是吧 先讲一下宏观的大道理 然后再找这些证据出来 最后得出个结论 要宣布独立 那么276年7月4号 宣布这个以后 那么战军呢 这个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177年11分的时候 这个发生了萨拉图加这个大击 那么在此之前啊 英国这名军队在战场上 占据主动地位 战场主要是在美国中北部地区 那么177年11分以后 萨拉图加大击以后啊 这个战场出现在向南部转移 那么英国英国军队要出于被动了 出于被动 1781年的时刻 1781年的时刻 实际上战场啊 这个战军呢 基本上是平息了 这个从1775年开始 到1781年 这个战斗的情况 结束了 但是双方没有签订合约 仍然处在一种战争状态 1783年 在巴黎签订合约 巴黎签订合约 所以巴黎合约 实际上重要的有两个 一个是一战以后 一个是美国东西战争以后 签订巴黎合约 那么这个同学 你就可以讲了 英国和百民人民之间的斗争 双方签订合约 为什么到法国去签订 因为在战争后期 撒托加大吉以后啊 法国人卷了进来 到战争后期的时刻 法国人加入进来 是加速了战争的技术 后来又从双方性调停 所以在巴黎签订了合约 签订合约 那么根据这个合约 英国承认 白美人民独立 这是第一条 承认的独立 但第二条呢 另外一个方面啊 这个也蛮有趣的 不仅允许了13个人民的独立 还把阿巴拉西亚山们 以西的一部分土地 到这个密西比河 这个中间一部分土地啊 也给了13个人民的 当时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到现在没找到一个答案 去解释 因为在战场被打败了 打败我就让你13个人民的土地去算了 为什么把阿巴拉西亚山们 这个以西的一部分土地 也给了这个13个人民的 这个呢 似乎没有人去解释 这是我们讲这个战军的 这个扭转其实是我们讲的比较简单 这个带过去 那么下面我们主要这个分析一下 美国人民取得这场独立战争 胜利的原因 胜利的原因 这两部这个油画了 大家如果是到这个美国 一些博物馆去参观的话 都会看到到 都会看到到 这个一个1781年的时刻 在于克正这个战役 双方的一个战争的场景 双方的战争的场景 那么后面有一段是我自己给大家再加的一段解说词 解说词 但是光线原因啊 这个大家肯定看不清楚 那么英国人呢 这个英国士兵啊 比较好辨认 就是穿红衣服 穿红衣服 所以有些书上就讲 英国士兵啊 是叫红虾兵 因为他是腰弓着的 打账的是比较统一的自然队形 这个虾子烧出了以后 都是弓着腰 对吧 这是所想成为红虾兵 那么白米人民 衣服呢 这个不太正伟 啊 这个穿着陆皮的白米的爱国的这个士兵 那么还有人现在穿着这个 全色衣服是法国人的这个这个这个衣服 这是华盛顿 这是康华里这个投降的衣服 之后的油画 啊 前面我上课呢 我讲的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名字教授啊 他在上这个历史的时刻 我在讲里面课大家可能也所启发 他是比较早的讲影视史学 影视史学大家都知道 你们现在去课到三年前的时候可能也有门课 我们这里有个老师开的 就是电影影视与历史啊 上也是根据他呢 这个理论搞过来的 那么除此以外 这名字教授呢 他给我们介绍的时候 他还有 从图画 就是paintings 从paintings看这个历史 他有从许多层面去看这个历史 包括从这个 一个从油画 从这个电影 还从雕塑 还从什么 他又分成这个七个专题 七个专题 这个不同的反映在美国这个历史的方面 我感觉如果通过这些东西去搞的话 大家学习啊 这个兴趣呢 会很大的 主要老师的背课量很大 要把每个专题都是记录的图片 给他找过来的话 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那么这两幅油画 大家要细一看的话 可以看到很多内容 包括这个 我们这里讲的衣服的不同 还有的枪支的不同 对形的不同等等 这里面反正历史的背景不一样 那么下面我们这个是讲的呢 这个要分析的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白美人民取得独立战争 甚至原因 那么从双方力量对比来说 英国是占据绝对的优势 它拥有的臣兵力非常辽阔 军队啊都是正规军 武器也是最先进的 武器也是最先进的 但是战争的机局 超出人的意料 白美人民啊 是取得胜利 那么原因 如果是概括的话 就是白美人民从事的是 正义的事业 其实正义的斗争 那么这个正义 这个从事的正义的斗争 正义的事业啊 导致以下的三个具体的 这个原因 第一个 自始至终 白美人民的大部分人民呢 是同心心力 反抗 英国这名军队 同心心力 反抗了这个英国的这个 这名统治 反而英国这名军队 那么这个同心心力 包含了白人和黑人 这个还有美国的妇女 美国的妇女 这个关于美国的妇女啊 在这个 对战争的作用啊 现在人们研究了也是比较多的 也比较多的 包括华盛顿的夫人 对战争的支持 那么许多有钱的这个夫人啊 把自己的首饰啊 变卖了 自己不上前线去打仗 但是呢 通过变卖自己的首饰 这个筹处这个军费啊 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里我可以念一段话 这个华盛顿啊 有一次这个 接受了一笔三十万块钱的 妇女这个军团以后 她写了一封回信 是这样讲的 在你们女同胞的同情下 我们得到了这份记号的礼品 就是三十万块钱了 记号的礼品 士兵们再也不会有牺牲和痛苦的感觉了 老到三十万块钱 三十万啊 就没有痛苦的感觉了 我说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该疼的还要疼的 至于我个人 我生气的感到 即便把生命献给人民和社会 也报答不了你们的深情厚义 深情厚义 也就是在那种战争的 这个嫉妒残酷的状态下 这妇女啊 军陷了三十万啊 华盛顿感觉的不得了 不得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详细的内容可以知道呢 这是个殖民地 这个军队啊 的确是非常糟糕 几个人很容易支步枪 这个没有携穿等等 反正是挺差的 那么同心犀利 还有就是不同的文化层次的人 只有下层的黑人 同时呢 也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那么关于这个方面 人们常常就要举个例子了 就是潘恩所写的常识 潘恩这个人啊 在这个期间里面 其实重要的宣传股东作用 潘恩 那么托马斯·潘恩 大家在中学的时刻 可能也讲过 在这里我们就所谓提一下 这个人的宣传股东 具体呢 我们不再这个传说了 这个托马斯·潘恩啊 他这个宣传股东啊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他写了一个小车子 这个常识 字数不多 但是印刷量很大 很快就印刷了这个十万车 这个股东 那不仅如此 这个他跟随着这个部队后面 大家这个世纪比较低落的时刻 马上就写一篇报道出来 写一份古董文章出来 写了这个世纪片报道 这个古董大家去见证这个斗争 在上帝眼中 那帮孤王近来在头上加冕的欧贵 都远远不如一个平凡的城市之人 更为有用 英国绝不是白美的母国 除非多利 否则没有任何办法 可以使白美大陆爱你 这个是 托马斯派 这个人也富有传奇色彩 那么大陆 大陆军征兵广告 这是也是美国内衆学家常常举例的 大家心里这个残战 这个大家肯定也看不清楚 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也有这一幅 大家可以详细看看 特别是里面讲 只要有能力都要上前线 除非这个disability 就你这个有残疾的人 你不用上前线 其他的都要上前线去打仗 那么第二个方面是行政有效的战略战术 行政有效的战略战术 那么这个行政有效的战略战术 恩格斯做了很好的分析 总而言之 就是白米人民用游击战 来对抗 英国殖民军队的 现行对面 现行作战的这个战术 用游击战的对付他 这是恩格斯 在凡杜林顿里面 有了非常精辟的分析 大家不要去记了 那么现在不用记了 第三个方面 就是成功的外交活动 成功的外交活动 我们讲白米人民啊 这个武器装备都很差的 也没有钱 但是通过外交活动啊 部分的弥补了这方面的曲线 战略爆发一个不久 就派了富兰克林 到欧洲国家去进行活动 那么系统包含了 法国 那么这是路易十六夫妇啊 就是富兰克林的一个场景 就是富兰克林的一个场景 那么这幅游画 也许多人进行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说啊 这个路易十六 他的长 路易十六本人不掌权 是不是 神明老师可能也讲过了 主要是他的这夫人 这玛丽啊 这个 这个长权 但是这个女的呢 比较傲慢无礼 啊 这个傲慢无礼 大家可以看看这幅画 他的运手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富兰克林头上 对吧 这个时候不礼貌的 但是呢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他人是比较支持 比较支持 那么富兰克林 通过自己的 进行外交活动 在欧洲啊 取得重要的成果 有人军前 还派了志愿军去参加 最有名的叫 拉法耶特 拉法耶这个人 那么拉法耶 现在纽约 在华盛顿 都有大街的名称 叫拉法耶特 就拉法耶 纪念这个人 那么成功的外交活动 是第三个重要原因 重要原因 那么有关这个方面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白美独立战争啊 它的战争的进程 或者说这个变化 通过这个四副国旗 也可以看得出来 四副国旗 就从另外一个层面 去看这个战争的进程 1976年7月4号 宣布独立之初的时候 美国的国旗 看出什么样的印记啊 把英国的国旗放上去了 是吧 它母国的情节 还是很重的 还是很重的 那么1776年 6月14号的时刻 正是使用了这个美国旗的时刻 那么后来是随便这个 周的这个变化 它里面的这个新 要是越来越多 那新教旗总体来讲呢 是由周部的 有一个变化过程 中央过程 那么对于战争的进程 我们讲的这个讲的比较简单 大家呢 这个要看一下书 我们下堂课 要分析 这个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 多了以后啊 政治体制的变化 大家把1787年宪法 看一下 1787年宪法 那么1787年宪法 内容呢 这个比较多 大家主要看待这个 美国的政治体制 美国政治体制 好吧 下课